空污法三读通过后 高雄市环保局也将启动检污新措施 包括提高罚款额度 针对十年以上老车 加盐标准和推动空气品质 维护区法治化等措施 期盼加速污染减量 提升都会区空气品质改善速度 立法院通过空污法修正案 环保局长蔡孟玉表示 将可使环保局有更多的检污工具 包括提高罚款额度 以及十年以上老车加盐标准 并且推动空气品质维护区法治化等措施 可加速污染减量 提升都会区空气品质改善速度 另外属于地方权责部分 除了针对工厂实施更严格的地方加盐标准之外 高雄市已准备好尽早启动新措施 特别优先将高污染的柴油车 纳入空品维护区管制 以加速空气品质的改善 环保局进一步指出 高雄市因为产业结构和地理环境因素 空气污染相对比其他县市严重 要彻底改善空气品质 必须要多管旗下的检污措施搭配执行 才能让市民看到干净的天空 港督新闻李正道黄澜君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一 杭指示